我国政局近期又受到岛政府的敌拜行动所困扰 副首相杜斯里安莫扎西建议除了反跳槽法 还需要再立一项新的法案来预防掌权的政党或联盟 在执政期间遭夺权 他认为这个做法可以确保每一届政府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五年的任期 最近剩下陈上的传闻就是反对党国盟 试图里应外合发起敌拜行动 拉拢执政党议员跳槽让团结政府倒台 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昨天更表明 透过选举以外的方式换政府完全合法 不过副首相阿莫扎西却无法苟同这番说法 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他 今天在吉隆坡出席部门活动后 就提议国会草拟并提成一项新的特别法案 预防掌权的政党或联盟在执政期间遭夺权垮台 避免政变影响国家稳定 我希望说一方的材料 是一方的材料 如果一方的材料 如果一方的材料 在一方的材料 或者是一方的材料 或者材料 和材料 那些材料 富奎认为获得国家元首授权的任何政府 都应该受到保障 在不受干扰下完成五年任期 阿莫扎西已过去 一届任期换了三次首相的痛苦经历 提醒各界别再回到动荡不安的过去 以国家大局为重 我们不想要在哪里的地方 在三个人的党党 三个人的党党在一位 是在一位党党 若我们看到 肯定是在绝对 的绝对 的肯定是在 我们在冠维的党党 我们在冠维的党党 冠维的党党 所以 这些党党很大 很大 因为我们的党党 他也重申 新任的团结政府 是在统治者的授意下成立 不容外力随意推翻 必须坚守到底